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 12年国民基本教育新课纲 技术型高中电机与电子群的课程刚用内容 本次将从新课纲改了什么 校定课程怎么做 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以及与一般科目的关联等四个面向进行说明 协助大家对技术型高中电机与电子群课纲 有概略的认识和了解 第一个部分 我们先介绍12年国教新课纲改变了什么内容 12年国民基本教育自103学年度起实施 总纲易于103年11月公布 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群科课程纲要 则在107年12月底发布 并于108学年度正式实施 其能顺利推动新课纲 落实课程研修理念与课程目标 为强化学生的基础专业技能 电机与电子群课程设计 以对应职场需求之能力 新增技能领域课程 以培育不同科别学生的职场就业能力 此外 为建构学生的基础素养 新课纲配合专业知识 融入职业安全及卫生 职业伦理与道德 环保及劳动法令之内容 并在学习表现中增加核心素养之系统思考 创新应用 美感鉴赏 沟通协调 团队合作及问题解决能力等 以含育学生社会责任及公民素养 并为未来发展做准备 从99课纲到12年国教新课纲 可发现 务实致用的专业技能仍然为重要目标 更进一步强调核心素养 在教育目标的基础价值 因此电机与电子群课纲 亦依循这样的理念 进行提纲窃领的规划 在新课纲规划里面 在内容及架构部分做了调整 包括一般科目国音数 可以适性分组 布定专业与实习课程加以修订 令新增技能领域 在校定课程方面 降低开班人数 引导开设跨班 跨科 跨群选修课程 增加弹性学习时间 丰富学生在专业能力 及核心素养的培养 布定课程与校定课程 再加上弹性学习时间 和团体活动 形成本次新课纲 至技高课程架构 其中在布定群实习科目里 增加了科通用的技能领域 以下向大家进行 群科课程架构研修说明 电机与电子群科的 群共同专业科目 为基本电学六学分 电子学六学分 群共同实习科目 为基本电学实习三学分 电子学实习六学分 技高新课纲布定课程中 新增了技能领域的规划 而技能领域的形成 细把电机与电子群里 属性相近之科别 截取共通基础技能 所形成技能科目之组合 借由技能领域里的 共通课程 培育学生跨科别之 共通基础技术能力 为了培养学生跨科之 共通技术能力 电机与电子群规划有 晶片设计 微电脑应用 自动控制 电机工程 冷冻空调 五个技能领域 各科别可对应到 适用的技能领域 电机与电子群 每个科别都会对应到 两项技能领域 以符合该科之 未来职场需求 例如资讯科会对应到 晶片设计和 微电脑应用 这两个技能领域 新科纲相对于 99科纲 除了配合产业技术发展 对布定专业 及实习科目 进行检视调整外 更进一步规划了 技能领域 每个技能领域 都有三个实习科目的 课程规划 例如 晶片设计技能领域 包括了 程式设计实习 可程式逻辑设计实习 及单晶片为处理机实习 共九学分 电机与电子群新增的科目 以下一一向老师说明 群共同专业 及实习科目为 基本电学 电子学 及相对应的实习科目 皆为99科纲 现有的课程 无新增科目 在布定专业科目部分 共六门科目 除了基本电学 电子学 其余四门专业科目为 数位逻辑设计 为处理机 电工机械 冷冻空调原理 分别适用于各技能领域 其中为处理机 冷冻空调原理为新增科目 在晶片设计技能领域 有程式设计实习 可程式逻辑设计实习 单晶片为处理机实习 三门实习科目 其中 程式设计实习 单晶片为处理机实习 为新增科目 在微电脑应用技能领域 有行动装置应用实习 微电脑应用实习 界面电路控制实习 三门新增科目 在自动控制技能领域 有电工实习 可程式控制实习 机电整合实习 三门新增科目 在电机工程技能领域 有智慧居家监控实习 电力电子应用实习 电工机械实习 三门新增科目 而在冷冻空调技能领域 则是能源与冷冻实习 能源与空调实习 节能技术实习 三门新增科目 接着向老师说明 新旧课纲 各专业实习科目的 单元主题差异 群共同专业科目中 基本电学的单元主题 大致维持与99课纲相同 而电子学 删除或合并99课纲 单元细项内容有八项 增加单元主题内容 则有五项 群共同实习科目 基本电学实习 删除或合并99课纲 单元细项内容有六项 增加单元主题内容有四项 电子学实习 删除或合并99课纲 单元细项内容有七项 增加单元主题内容 则有六项 而适用各技能领域的专业科目 99课纲 布定专业科目 数位逻辑名称 更改为数位逻辑设计 删除或合并99课纲 单元细项内容有三项 增加单元主题内容有两项 专业科目 电工机械 维持与99课纲相同 最后在技能领域的布定实习科目 99课纲 布定实习科目 数位逻辑实习名称 修订为可乘式逻辑设计实习 删除或合并99课纲 单元细项内容有四项 增加单元主题内容有五项 其余技能领域 布定实习科目 皆为新增课程 以上是布定专业 实习科目内容异动说明 详细请参照 电机与电子群科 12年国教群科课程纲要内容 各科应开设的 布定必修专业及实习科目 在这里用列表方式呈现 群共同专业科目为 基本电学、电子学 群共同实习科目为 基本电学实习、电子学实习 而资讯科、电子科、航空电子科、 电子通信科 适用的技能领域为 晶片设计、微电脑应用技能领域 电机科、控制科 适用的技能领域为 自动控制、电机工程技能领域 冷冻空调科、电机空调科 适用的技能领域则为 电机工程、冷冻空调技能领域 其中与电机科、控制科相同 皆适用电机工程技能领域 以上为布定课程内容说明 学校可以以下四个方式 选用布定科目之教材 一、国教院审定版 二、中央主管机关编定版 如国教署请相关群科中心编审之教材 三、讲著出版业者编辑审定版 及四、经学校课发会审查 并决议通过后使用的 学校自编自选教材 新课纲翻转过去 以教师为主体的课程设计 强调教育应以学生为主体思维 核心素养成为课程发展的主轴 为了让学生适应现在的生活 面对未来的挑战 所以在课程教学上 要重视知识的运用 能力的增进 与学习态度的养成 核心素养分为三面九项 三面指的是自主行动 沟通互动及社会参与 九项就是指三个面向下 所产生的具体内涵 为了让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 因此强调情境的实际运用 以及跨领域与科技的整合 并在生活中实践 以培养学生成为 务实致用之终身学习者为目标 透过素养导向的教学活动及课程 可务实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技高学生之学习 一般科目同谱高及纵高 对应领钢核心素养及学习能力 而专业及实习科目 则同时对应群核心素养 和科专业能力 技术型高中学生的专业能力 需延伸到核心素养的实践 举例来说 把电子产品设计好 是专业能力的表现 如何让消费者对电子产品满意 则是具有核心素养的专业表现 在12年国教新课纲中 在电机与电子群核心素养 共有7项 各校应参照群核心素养 科教育目标 专业属性与职场发展趋势等 研定科专业能力 并进一步地规划校定课程 在12年国教新课纲中 各科目都有清楚名列学习表现 主题 学习内容 以基本电学为例 学生在学完基本电学后 会有5项的学习表现 而上课所需要的学习素材 即是主题及学习内容 第二部分 校定课程怎么做 电机与电子群各科 可依据学校特色 职场需求 及学生生涯发展等 依其专业属性及职场发展趋势 研定各科的专业能力 于校定科目 约65至81学分内 发展以学生跨班自由选修之校定课程 并形塑各校科之差异特色 在课程发展时 布定课程是依国内产业人才需求加以规划 校定课程则是依据学校愿景 学生图像及在地产业人才需求 加以定定的科教育目标 及规划校定课程 并透过课程实施 培育产业专业人才 以下说明新课纲校定课程的规划步骤 我们先以学校周边产业人力需求 及职场进入为基础 进而确定科教育目标 并建立科专业能力 以此规划校定科目 规划流程便经由这四个步骤 最后一个步骤是完成课程地图 学校在规划校定课程时 同时需规划所办理的选修课程模式 包括同科单班 同科跨班 同群跨科 同校跨群 以及跨校选修五种 学生可进行跨班选修 选修后 每班最低人数为12人 为了让校定课程规划能循序进行 我们利用科教育目标 科专业能力 及学生图像对照表来进行规划 首先以学校周边产业之地图为基础 汇集出对应在地产业需求之行职业别 或参考主技处 毕业生就业流向等资料 进行人力需求分析 这张图是学校邻近产业聚落图 说明以学校周边产业之地图为基础 汇集出对应本科在地产业需求之行职业别 以台中高工为例 学校周边有光电、电子及空调等相关产业 会有生产、安装、检修、产品研发助理人员等产业人力需求 经过产业人力分析后 以此为基础 结合各校各科之现况、特色及发展规划 发展出科教育目标与科专业能力 因此 各科会因为学校周边之产业与科之特色发展 而发展出不同的教育目标与专业能力 最后再与学生图像加以对应 我们可以发展多个科教育目标及专业能力 而一个科教育目标 则可对应多个科专业能力 在规划时便要考量学生基础能力的建构 选修课程的专业分流及跨域能力的设计 基础能力如同电脑的标准配备 而专业分流或跨域能力则如同电脑的选配概念 科专业能力已展现该科之特色及专业发展 并包括知识、能力及态度 接着再将每一个科专业能力 一一与学生图像进行双向对应 对应的黑点代表该专业能力 与学生图像是高度对应 空心点则是低度对应 以台中高工冷冻空调科为例 科教育目标、科专业能力 及学生图像的对照表中 科教育目标第一项 即对应科专业能力的第一项基础能力 并可对应到三项学生图像 而科专业能力的第四、五项 则是代表分流能力 并能回应到科教育目标的第四、五项 科教育目标的第六项 是与第六项科专业能力对应 主要是职业道德及继续进修的态度面向 科教育目标与科专业能力的发展 需要请学校召开群课程研究会 及科教学研究会 其中科教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 为科专业科目教师 亦可邀请一班科目 及其他群科教师共同讨论 而科专业能力 发展出专业科目及实习科目 再由科专业能力及科目的对应 便可构成基础能力的科目 包括布定科目和校定科目 而分流或跨域能力的科目 就形成适性洋才的校定跨班选修科目 我们利用专业科目、实习科目 及科专业能力对照表 进行校定科目的规划 这张表格上 一列是科专业能力 左边则是科目的规划 学校在科目规划后 便能和科专业能力一一对应 规划校定科目时 首先可盘点99科纲的科目 以及新科纲布定必修科目 再将各科目和科专业能力加以对应 并考量科特色课程 以及对应科专业能力所需增加的科目 当发现科目无法对应到科专业能力 与科教学研究会时 即可加以讨论该科目是否删除或单元内容加以调整 在对应科专业能力及科目打点时 请务必召开科教学研究会讨论 实行员打点代表高度对应 表示该科目中有章节名列 空心员代表低度对应 表示科目中虽没有章节名列 教师与授课仍会提及 若无对应则留空白 开设选修课程是为了不同能力的孩子 能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专长科目 也就是适性洋才 依总纲规范 学校开设之选修总学分数 应答学生应休息选修学分数之1.2至1.5倍 以台中高工电子科为例 专业科目、实习科目及科专业能力对照表中 可看到电路学与第一、二、三项是高度对应 在第四、五、七、八、九项科专业能力是低度对应 科目与科专业能力表完成后才能画出科课程地图 科课程地图可呈现所有老师们想要培养孩子们的专业能力 而每一个专业能力要修什么科目 就可以让家长及学生清清楚楚看到 也同时让学生知道选修课能选择适合自己的课 所谓课程地图是将学校本位课程图示化 以呈现课程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让学生方便掌握各学习的课程选修资讯 并了解各类课程及各个科目与哪些能力有关 以及与哪些生涯或职涯发展有关 课程地图未有制式格式之规定 只要能清楚呈现说明即可 以台中高工电子科的课程地图为例 我们可以看出教育目标如何透过课程 来达成各科目与专业能力之关联 第三部分介绍 国教署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为使新课纲实施能够稳健与顺利 教育部在107年相关计划及预算中 兼以拟定相关配套措施 完善各项法规配套 全面盘整及检式现行相关法规 新增及修订多项法规 必学校具已规划新课纲课程 第四部分 与一般科目关联为何 一般科目之开设 在社会、自然科学、艺术领域 各校可依群科属性、议题融入、学生生涯发展、 学校发展特色、师资调配等弹性开设 比如电机与电子群专业需要运用到 三角函数相关的运算技巧 专业实习课程就是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物理、化学科目的应用与延伸 在艺术领域中有关数位媒材应用、多媒体设计内容 可融入专业课程中 举例来说 数学能训练基础运算能力 由科技历史、了解用路人习惯 引入、耗制、变换倒数的控制设计 自然科学能为运用的专业知识打底 多媒体素材设计 红绿灯、小绿人 基础科学能力、逻辑运算思维培养 使学生具备相关能力 以完成专题实作 在专业及实习科目的开设上 请各校注意与一般科目学习内容的衔接性 例如开设基本电学时 需具备数学、物理相关章节的学习内容知识 请注意是否已修习过相关先辈知识 除了不定科目与一般科目连结外 在开设校定科目、异合检视专业及实习科目 与一般科目之衔接性 举例说明 专业英文需要具备语文领域能力 及配合自然科学、科技领域学习的相关知识 专题实作则是与大部分的领域都相关 是综合应用的课程 专业课程需检视其学习内容 与相关一般科目的衔接性 是否已经修习过所需的知识内容 感谢各位老师的聆听